刘培元的英文教室经理演说片第20集 迈克阿瑟告别演说 像国会议员等等 最有名的是老兵不死 只有凋零 我们前面已经讲两期了 因为这一篇当然比较长 然后长不是问题 它很难 不管了 前面已经讲过一些 本身就很难 还有它里面讲很多东西 你就算看到英文字你看懂了 它的意思你还是搞不懂 所以这一篇南上江南 我们继续看 The Pacific was a potential area advance for any predatory force intended upon striking in the boring land areas Onders was changed by our Pacific victory Our strategic frontier then shipped to embrace the entire Pacific Ocean which became a vast moat to protect us as long as we held it Indeed it acts as a protective shield for all the Americas and our free lands of the Pacific Ocean area We controlled it to the shores of Asia by a chain of islands extending in an arc from the allusions to the Marianas held by us and our free allies from this land of chant we can dominate we can dominate with sea and air powered every insanity port from Vladivostok in singapore with sea and air powered every port as i said from Vladivostok to singapore i prevent any hast of movement hast of movement and to the pacific 啊 就是太平洋呢 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区域 什么 advance for any 就是 predatory force predatory就是略实质 啊 略实力量 是什么呢 啊 你光是看英文 你看看不懂啊 那到底略实的力量是谁呢 输啊 最主要讲输啊 还有那个中共啊 因为那时候 蒋介石被打扮了 已经是中共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中华民国 啊 就他们 他们是会想啊 拿下这个太平洋啊 往前推进 entended upon 就他们意图呢 striking 然后意图呢 攻击啊 这个临近的一些土地 意思就是说呢 苏俄呢 往西 要打欧洲了 往东 要打太平洋了 然后透过谁呢 透过谁的帮忙 他扶持着中共啊 北韩啊 等等 这个意思 那这些都变化了 经过我们太平洋战争 胜利 变化了 当他讲predatory 以前也是讲日本 那日本二十大战 拜了以后 就变苏俄嘛 在东方兴起 这些都变化了 在我们过去太平洋战争 变化了 打败日本了 都变化了 那我们的战略的前锋呢 前线呢 shift 变化了 shift也可以当名字 当动字 变化了 变成呢 embrace in time 变成拥抱整个亚洲太平洋 因为这怎么讲呢 就是太平洋很大 分好几个地方了 以前那个 在麦克阿瑟的 这个观点里面呢 以前的是 太平洋的 美国太平洋防线 是比较靠东边 经过太平洋战争以后 比较往西边走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越往西边 对美国越有利 它的防卫性扩大了 你看以前 它前面讲 我们上一讲了 本来是什么 这个 这个 潭香山 夏威夷 到关岛 中途岛的 它比较靠东边 那它下面就会讲 它要往西边 扩大 那越往西边 就是范围越大 这变成 往西边是第一条线 原来的 那个防线 变第二条线 最后才是美国本土 所以它这个 正在整个战略的眼光 就是美国的太平洋防线 往西边推 这个意思 然后它可以变成 这个变成 一个巨大的 什么意思 很难 就是以前古代 叫护城河 然后太平洋是羊 护城河很小 它是一个比方 就把太平洋 变成我们这美国的护城河 可以保护我们 只要我们可以保有它 那到底什么意思 它后面会讲 确实呢 它担任了 扮演了一个 保护盾 Shiul 可以当名字的动词 那个美国队长 它的那一面 就Shiul 盾 它不只是盾牌 也可以当徽章 很多警察上面身上 那个字幕上有徽章 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Bedge 那个 监章 也可以用Shiul Shiul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 什么加徽 它意思很多 主要是讲盾牌 保护的盾牌 对所有的美国人 还有对亚洲地区的 所有的自由的土地 那我们呢 可以控制 我们控制到哪里呢 控制亚洲的一些 一些海岸边 重点来了 用什么方式 Chin 就是什么链 白色铁链 就是什么链 我们说地理上 什么链 就是好几个地方 组成的像一个铁链一样 铁链不是中间 很多一环一环的吗 就是一环 就是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吗 一个岛屿吗 就联系一下一个环 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 就是环状岛 环状岛 然后extending 就是扩大到哪里呢 这个弧形的 弧形的岛链 最北从阿留生 阿留生就是那个 日本跟那个 跟那个 它在库越岛在上面 阿留生群岛那边 然后到最南边的 就是菲律宾 玛利亚那 玛利亚那全世界有名在哪 它全世界最深的海购 一万一千公尺 在玛利亚那 菲律宾最深的地方 居然在亚洲 不在其他地方 一万一千公尺 很深 有谁去过呢 美国那个大导演 下去过 下去过好像两次 那更早 1977年就有人下去 所以那个潜水中 或潜水船 特制的 不然那个压力 海压会破掉 然后他们看到了很多 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还那个录影下来 所以网络上都有这影片 就是这些是我们的盟友 所拥有的 那从这个岛链 所以我们的岛链就从最早 那个 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什么什么弧形岛链 地球岛线 它最早就是麦卡尔提出来 他跟蒋介石的好朋友 马吉 后面也会提到 从这些岛链呢 我们就可以主宰 海域 还有空域 海空 我们可以掌握住 可以掌握住 每一个亚洲的一个港口 从那个 这什么地方呢 海深威 可是你看 它不是海深威 Vladivostak 那是日文 不是 那个 俄文 海深威 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海港 海深威 海港 然后 那我们用那个 我们的海空的力量 在进入在 这个 这些港口上面 就正如同我说的 从 这个海深威 到新加坡 然后我们可以 批评 我们可以 阻止呢 防止呢 任何一个敌视的 敌对的行动 就是入侵嘛 在 这个 太平洋 所以它已经开始 提出这个岛链的观念 Any Predatory Attack Foundation Must be an amphibious effort No amphibious force Can be successful Without control The sea lands And air Over those lands In its avenue of advance With naval and air supremacy And the modest ground elements To defend the bases Any major attack From continental Asia Toward us What our friends In the pacific Will be doomed to fail 而任何一个侵略性的 这个是捕食者 像狮子老虎 就是 捕食的 攻击 掠夺者的攻击 有讲苏尔 甚至他代理人 中国 中共 北韩 他们 他们如果要 要进攻 我们这些岛链 他们一定要两栖部队 所以 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分 这个MVB 是分成两方面 什么两方面的努力 两栖部队 两栖部队 陆海 那没有空 两栖部队没有空 当空军要帮忙 如果没有 没有两栖部队的 这个武力呢 这个能力呢 Can we say 没有两栖部队的 力量呢 可以成功 总 英文又看不懂了 不是 两栖部队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 就不能成功 他要有这个东西 才能成功 就这个意思 他如果没有 制海权 对着海域 还有这个 所以有end 还有空中优势 他就不会成功 所以苏尔 他们什么 如果要像那个 因为往东 最后就到美国 要打美国 要攻这些 他的弧形岛链 如果他 他们有两栖部队 不行 就算有两栖部队 那如果没有 海空优势也不行 所以南上加南 所以 麦卡斯推销 他的弧形岛链 往西边推 本来从中途岛 夏威夷 往西推 推到阿留神群岛 马里亚拉 当然也包括台湾 所以他那个 跟蒋介石 是Machi 跟这有关系 后面会提到 这个WIT是具有呢 不要说和谁在一起 具有这个海军跟空军的 Spermacy 至高无上 就优势 海空优势 以及Modest Ground Elements 我又看不懂了 这个Modest很谦虚的 Ground土地的 Elements因素 很多软体给你翻成 谦虚的地上的因素 谁看得懂 没人看得懂 耶和外看不懂 就是少量的地面部队 我靠 少量的Modest 变少量的Ground 变成地面Elements 因素 变成部队 就是说 我们要保护 要稳固我们的 弧形岛链 往西推 我们要有空中优势 这不用讲 还要 但搭配一些 少量的部队 去保护这些 保护阿留神群岛 菲律宾 台湾 日本 韩国 那他为什么要用Modest 很谦虚的地面的因素 就是很少量的地面部队 什么意思呢 因为美国人怕死 艾森豪 不是艾森豪 杜鲁门 他就不愿意派兵 所以 麦克阿瑟如果说 我要派一百万大军 住手这边 那马上挂掉 所以他说 没关系 只要少量的 可能两三万人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如果说 我们这边可能需要 五十万大军 一百万住手这边 那马上就给你翻脸 美国总统 不要说美国总统 国会议员都给你翻脸 美国人就怕死 也不想派兵 那但是也不能说他错 所以这个 最大的根源是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背景讲一下 所以 麦克阿斯跟杜鲁门 还有军事参谋 甚至很多国会议员 甚至美国老百姓 所以他都没有选上总统 背道而驰 就是说 二十大战刚结束 这个 我们哀经误息 疗伤止痛 大家都想休息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完 大家都不想打 休息 二十大战打完又想休息 所以美国总统说 哇 我们已经死很多人了 我们难得获胜了 这个大家希望生息了 美国人也是 哎呀 你看我们打了 这个 契离止善 打了这个 爸爸 小孩子 哥哥弟弟 死了不少 我们休息 结果呢 要休息的时候 麦克阿斯说 不要休息 继续打 而且 而且拍兵继续打 所以这个跟主流意识不合 就是 大家打完了 想休息的时候 那有个人说 不要打 不要休息 也不要包伤 不要砸伤 不要休息 不要医疗 继续打 而且还要把那些 还没有打都上去打 哇 这个 杜鲁门就不干了 所以 麦克阿斯这边只能讲 哎 我们只要少量就好 不要太多 所以麦克阿斯后来 有一个东西 吓死人 但没有做 什么东西呢 因为他寒战后来打败了 但是呢 他在打败之前 他就建议杜鲁门 就杜鲁门一听 吓死了 魂都吓掉 我的 五星上将给我提什么提议呢 所以他后来不得不干掉 这个 麦克阿斯 麦克阿斯说 哇 这个 韩国打北韩 我们是没问题 可是中共一进来的话 他们人多啊 哎 受不了 结果我建议什么呢 用原子弹去炸中国大陆 哇 杜鲁门一听从椅上跳下 跳下 哇 我们丢两颗丢到日本 已经承受很多人道上的一些责难 因为一死都死十几万人了 那你丢到中国大陆 丢到北京上 还是什么 那搞不好不是十几万 搞不好几十万 上百万人 那还得了 而且 一听 结果麦克阿斯说 哎 总统你听错了 我不是说丢一颗 我是丢三十颗 哇 杜鲁门马上 假牙都掉 这是我讲的 这吓死了 丢一颗我都不干了 丢三十颗 为什么丢三十颗 麦克阿斯说 丢一颗没用啊 你丢北京 没丢上海 丢上海没丢广州啊 没丢武汉啊 丢三十颗 保证 打完收工 哇 这个 这个 杜鲁门像 把你疯了 And the major attack 主要的攻击呢 那个 从这个亚洲大陆 就从那个中国了 或者是 苏俄的东边 甚至从那个北韩 攻击我们 以及太平洋 注定会失败 只要我们 保持这个 往西伸展的 岛链 然后配以海空优势 以及适当的地面部队 放心 透通 没问题 可是 当然也讲了 杜鲁门为什么受不了他呢 因为 麦克阿斯这也不能 怪人家 有的时候怪自己 他有的时候会判断错误 所以他为什么后来 最检测导火线 他判断错误 他判断说 韩国他前面是打赢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北韩已经都把汉城拿下 叫熟儿拿下来 就麦克阿斯人川登陆 真的把他打回去 打回38路线以北 很厉害 可是呢 杜鲁门他的将领很聪明 说你是打赢了 麦帅你是打赢了 可是如果中共介入 从亚绿江图门江那边 过来的话 你受得了吗 他人多啊 他武器是比不上美军啊 可是美军打北韩是可以啊 赢呢 可是如果 中共介入 他如果派个 40万50万大军 你麦克阿斯吃得下吗 就算你吃得下 那后来 苏尔也过来了 你受得了吗 就麦克阿斯拍着胸脯保证 不可能 报告总统不可能 中共绝对不会介入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主力部队 不在那边 放心 就算来个 两三万 三四万人 我麦克阿斯把他吃掉 结果错了 就毛泽东真的去 可是呢 毛泽东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拿这个八路军啊 自己的嫡系部队 他也不干 他不干 就他很聪明 他派谁去呢 他派蒋介石去 可是不对啊 蒋介石在台湾啊 什么毛泽东派蒋介石去 这胡说八道 没有胡说八道 他派蒋介石的军队去 对 你说又不对啊 蒋介石军队不是撤队台湾啊 那怎么可能呢 听他的话 去打麦克阿斯 他们麻吉啊 蒋介石跟麦帅是麻吉啊 蒋介石在大陆不是丢掉了吗 丢掉他的军人 不是全部死掉 他当然带很多 很多官兵来台湾 可是他很多就 丢在大陆啊 有的是战士 有的俘虏啦 很多投降啊 徐邦会战到最后很多投降啊 他投降给毛泽东 毛泽东也不能杀他们 结果毛泽东 他们叫抗美援朝 对抗美国援助援助朝鲜 就是北韩 毛泽东想说 我自己子弟兵派去打 麦克阿瑟 不划算 灵机一动 所以毛泽东也是天中一名 我刚好把俘虏蒋介石军队派去 我杀他也不是 人家说我残忍 我把他派去 名正言顺 当然你也不能全派 比如说他有一半或者一半多 那我自己的土八路 我自己的八路军 我自己的二业三业四业 要派一些过去啊 当然比例我们搞不清楚 我们就打个比方吗 比如说蒋介石头羌部队是六成 四成是我们自己嫡系 二业三业 什么那个彭德怀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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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彪 军队 这样子 反正要使 使平道 使道友不使平道 我们台湾歌仔西这样讲 所以这个厉害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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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riendly expect a peaceful lake outline defense is a natural one and can be maintained with a minimum military effort and expense it evisions no attack against anyone nor does it provide the bastions essential for fancy operations but properly maintained would be an invincible defense against aggression The holding of this lateral defense l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s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the holding of segments thereof. For any major breach of that line by an unfriendly powered with random vulnerable to determine attack every other major segment. 这一段很长,我们就把这个切开来好了,这一段也是很长的。 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它前面鼓吹的那个导链往西移动。 这太平洋已经不再是代表一种有威胁的一个道路。 这对于这个Approach,对于一个Perspective,对于一个侵略者来讲,已经不在这种情况。 It is Zoom,它是假设,反而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变成一个很友善的,变成一个很和平的一个Lake, 把太平洋比成一个湖。 所以这个照我麦帅,照老夫的看法呢, 如果照老夫的这个战略的思想呢, 这整个太平洋往西移,整个太平洋都是我美国的。 它不再是一个侵略者的一个天堂, 反而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湖, 整个太平洋都是我美国的。 因为它已经到最西了嘛, 这已经到阿留生了, 已经到那个,到苏尔的门口了, 那菲律宾也是最西了, 整个太平洋都是美国一家的了。 然后我们的防卫线呢, 已经变成一个天然的防卫线。 然后Camping Maintenance可以怎么样维护呢? 因为最少的军队就可以维护了, 以及最少的Expense,一个花费了。 然后我们可以预期呢, Invision就是眼光加一个一言动词, 我们可以预见啦, 我们可以预期啊。 这边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侵略啦, 因为我们的岛链都就往那么西啦, 它不好侵略啦。 诺尔就也不会啦, 它也不会去提供一个堡垒啊, 对于这个, 一个侵略的行动, 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有时候, 治理行间这个意思, 你看懂了, 可是它真实的意思, 你看不懂。 就说我们这个岛链往西移动了, 这不但不容易发生战争, 而且呢, 我们也不必去提供一些堡垒啊, 对于这个侵略行动, 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们本来中途岛啊, 夏威夷啊, 它就是堡垒, 那现在堡垒不必啦, 因为它已经是变成后方啊, 后方, 就本来前方变后方啦, 那我们在阿留生啊, 到那个, 到玛丽亚那, 到台湾啊, 这些, 那不必啊, 又为什么呢? 那它本来就是, Bastion本来是我们的堡垒, 我们派兵啊, 花钱啊, 这不必啦, 那前面呢? 是不是啊? 那个, 那个, 马里亚那是, 是那个菲律宾啊, 甚至包括台湾, 台湾这边它是没讲, 后来才提到, 所以, 他也说, 麦克阿瑟是第一个说, 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哎, 你看, 我们, 我们放, 我们放, 我们放弃, 这个堡垒, 堡垒从前方变后方啦, 然后我们就地取材啦, 用阿留生啦, 到台湾啦, 到韩国啦, 到日本啦, 到菲律宾, 看看这些是外国啊, 它本身就有力量啦, 我们这花费不是很少, 很少吗? 啊, but probably maintain, 就是, 如果我们适当的啊, 这个, 花一点军人啊, 适当的维持一下呢, 就变成无敌, invincible, 无敌, 防卫上是无敌, 防卫非常厉害, 我们可以对抗, 所以就说, 啊, 我们自己要去守啊, 这个夏威夷啊, 什么中途道很累, 不必了, 往往西移, 台湾有蒋介石啊, 菲律宾有马可思啊, 当那时候, 可能是马可思吧, 或者, 阿里奥神那时候, 美国军事基地, 那这样是不是, 这是, 这是, 两全其美吗? 这个, 这个, 这个又有效果更好, 对美国更, 更安全, 而且花费又少, 对不对, 就地取材多好, 就是, 保有这些沿海的一些防卫, 防卫线, 啊, 在西太平洋, 这叫西太平洋吗? 这个, 台湾菲律宾这些叫西太平洋吗? 啊, 它可以完全独立, 啊, 这个, 这个, 嗯,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把, 就说, 呃, 应该这样讲吧, 就是, 对我们这个, 新的西部的海岸线, 如果有任何的bridge, 有任何的破坏, 啊, 被攻陷的话, Render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 一种很弱的一种情况, 啊, 一种, 一种攻击, 就是对于其他的, 啊, 其他的这个, 各方面, 啊, 就是说, 我麦卡斯讲说, 防线往西移, 那这是很重要的, 那但是不可破的, 但是如果这个防线被破的话, 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方方面面, 其他的, 呃, 那个, 第二条线啊, 这个往, 往东都会影响, 所以我们就是, 麦卡斯提出第一个, 防线往西移, 然后这个西移, 我们必须要保持海空优势, 还有适当的那个, 地面部队, 但话, 算如此, 可是如果这条防线被破的话, 那我们其他方方面面, 啊, 的国家利益都会受影响, 啊, 这个意思, 那下一段呢, This is a military estimate, as to which I have yet to find a military leader, who will take exception, for that reason, I have strongly recommended the past, as matter of a military urgency, that they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ust formosa, for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啊, 这边就提到台湾了, Such an eventuality, would at once threaten the freedom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loss of Japan, it might well force a western frontier, back to the coast of California, Oregon, and Washington, 好, 所以他这边就进一步强调, 这个观点, 就前面这一段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这一段就把它, 讲得清楚一点啊, 这是我的一个, 军事上的一个估计, estimate, 估计, as to which, 对于这个估计呢, I have yet to find, 所以这边是咬文交织啊, yet就是还没有, yet用在否定句, 跟那个疑问句, already是用肯定句, 我还没, 就是还没有, 迄今还没有, 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军事将领, who will take exception, 这边咬文交是take exception, 当成例外, 就反对, 就我这个想法呢, 就除了你们这个华盛顿反对以外, 你们不了解以外, 我跟我的军事将领, 还有其他盟国将领, 包括蒋介石在那里讨论过, 还没有发现有人反对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我自己的将领嘛, 还有盟军的将领, 这个奖委员长都同意啊, 菲律宾马可思也同意啊, 阿刘生那边的将领也同意啊, 都觉得这个岛链的计划, 这个构想很好啊, 所以呢, 我有信心啊, 我有这个原因啊, 我就提出强烈的建议啊, 就过去Indipad, 不断的提出强烈建议, 但是不听啊, 所以我只好在今天这个演讲里面, 我再提出来, 因为不听啊, 还把我解释, 是吧, 就是, 当作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很急切, 急切的需要啊, Under no second stance, 就是在没有任何情况之下, 那FOMOSA, FOMOSA是什么叫台湾啊, 就荷兰人叫FOMOSA, 哦, 这个美丽之岛, 是叫FOMOSA, 后来当叫台湾啊, 那为什么叫台湾呢, 就是台风很多的湾啊, 因为台湾那个, 台湾的海岸线区区折折啦, 海湾啊, 台是台风啊, 有很多台风的海湾, 就是台湾啊, 以前叫FOMOSA, 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 就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这个, 刚刚不是说吗, 西部海岸线, 这个防卫线, 如果被攻破的话, 就会影响其他方方面面, 所以他说, 所以我的构想, 所有的军事将领的同意啊, 所以我不断的想, 在过去啊, 不断的想, 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想法啊, 不论如何情况, 台湾都不能落入, 这个FOMOSA不能落入中共之手啊,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 因为, 这又牵涉到当时的背景啊, 因为那个, 蒋介石兵败的时候, 美国放弃他, 那发表白皮书啊, 不帮蒋介石啊, 所以蒋介石很难过啊, 那美国, 美国在大陆的时候, 就讨厌蒋介石, 为什么? 因为蒋介石就跟美国的那个, 啊, 那个, 那个指挥官啊, 史迪威啊, 就不和, 那史迪威是那个, 杜鲁门的心腹大将啊, 那他就讲, 蒋介石坏话说, 啊, 这个人很顽固啊, 不听话啊, 他的军队又, 有贪污腐败, 就讲坏话, 那还好蒋仲美丽在旁边有, 有推波助兰帮忙一下, 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 蒋介石军队不能打, 又贪污, 又个性很顽固, 这不支持他, 结果后来果然打败, 打败以后, 美国也不是喜欢中共啊, 但是, 你蒋介石就是, 他不喜欢蒋介石啊, 那打输到台湾, 他也不想理, 那不想理, 所以麦克阿斯担心, 哇, 那个, 那个毛泽东如果派兵再打, 台湾再打下来, 哇, 我整个太平洋的岛链, 整个计划就毁掉了, 所以他说, 台湾是不成了航空母舰啊, 所以他怕, 那个, FOMOSA, 台湾落入共产党之后, 他就这样讲了, 那这种Eventuality, 就这种最后的结果呢, 就会, 威胁到我们自由世界, 威胁到菲律宾, 纯蒙死寒嘛, 如果台湾丢掉了, 被共产党拿下来, 那菲律宾, 日本, 韩国, 这次都会产生那个, 那个效应啊, 你看这边有讲, 果然啊, 日本会丢掉啊, 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西部的那个防卫线啊, 然后会造成什么, 造成我们的防卫线呢, 又退回到, 加州, 奥勒冈, 奥勒冈, 华盛顿都是美国西部的州啊, 那个华盛顿跟这个, 华盛顿DC不一样, 华盛顿都在美国最西北, 华盛顿DC在美国东北啊,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本来的防卫线还在中间啊, 夏威夷群岛啦, 中途岛啦, 这些官岛啊, 还在中间, 我现在把它往西啊, 往西啊, 让我们的那个防卫线更扩大很好啊, 可是如果这个失败的话, 那个台湾如果一丢, 整个西岸线匮乏啦, 溃败啦, 溃败啦, 那溃败, 我们可能中途岛那个防线, 可能进一步被吞掉啦, 那最后我们的海岸线只要退到美国本土啦, 那还得了, 所以他是, 他是这个, 讲这个意思啊, 好, 那我们这一集讲到这里。